姚蔣 這裡放一下我的行程 大家可以截圖 我現在要去高鐵站啦 開啟南昌志 今天的OOTD很简单 穿了一个黑色的背心 然后一个白色的衬衣 我们现在已经在动车上了 差不多还有一个多小时才会到 现在准备休息一下 现在刚刚到地铁站了 我们刚刚出地铁 然后我们订的这个酒店呢 它是离地铁站还挺近的 然后这个地铁站也是一条线 直接从高铁站出来就是 发现天气还挺好的 之前看到有评论说这边比较沉中村 但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还应该还好 交通也很方便 然后等我们坐这个二号线 直接就可以到八一广场 就吃吧 正好路过了一家万方圆 半粉瓦罐汤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吧 都饿了 我们就在这个旁边路过了一家小罐子 也是有半粉跟微汤 点了两个汤 人到南昌不吃饭了 我们先以为瓦罐微汤会配半 没想到就是纯汤 然后我们另外点了半粉 我们点了一个半半粉 这个是叫什么 藕片半粉 感觉这个藕还不错 你是在找到什么吗 我在拍视频 我们现在在半顶路住了 这个酒店感觉还可以 我们现在上来了 看起来还可以 希望房间比较大 来开箱这个room tour一下 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房间还比较大 这个是卫生间感觉也还挺大的 感觉这个酒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现在就准备稍微准备一下 然后化个妆 把头发弄一下 然后就出发 现在准备出发了 对面这个就是纪念馆 还在挺市中心的 这边 现在在往这个地方进去参观 他他还设置了这种排队的地方 现在进来这个八一纪念馆 人还是不少的 这边有一些这种降帅的雕像 我们先去最前方的这一个陈列馆看看 这个主床馆里面 这边的雕塑感觉做的挺好 我们现在从展馆开始探齐第一馆 开始探齐了 周末的时候这种场馆还挺多人的 这个是里面做了一个这个建筑的一个复原 这个是一桶麻将的 让你感受一下你是当时这种 这个展馆的布置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来南昌的话这里肯定是一个必来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场馆的话 国务馆类型的还要去海昏侯和江西省国务馆 这里是一个要体会出它是什么金刚山的一个 做成这样的台阶 我们刚刚参观完了这个陈列馆 现在准备去这个旧址看一看 叫做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今天天气有一点句好好过头了 还是特别晒的感觉 看这个蓝天白云 今天这个云特别的好 这个就是总指挥部的正面了 其实这个建筑还是挺好看的 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这个南昌起义纪念馆的一个旧址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进去看观一下 走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天井 这个天井的布局让我想起来五大楼上那些书院 像当什么以前在里面上课就有点这种感觉 这个是一个礼堂 我们现在进了这个杏花楼景区其实还还蛮有意思 你看这个建筑那个一层层的那个门檐 今天天气都特别好 据说信花楼景区其实还蛮有意思 这个地方有一些文人在这边居住过 有什么唐伯福啊 然后汤贤祖啊 富豹石啊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之前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所以就来看一看 今天主要是天气很好 蓝天白云的 然后来这里逛就还挺不错 这一片荷花还是蛮好看的 我们居然在这里就拍了好多张照片 这个就是信花楼啦 还不知道为什么是信花楼很有名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介绍 这边都有人专门来这拍婚纱招 有种秦川阁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片的风景 虽然说不是说好惊艳 但是今天因为天气很好 然后又有一点小的那种 五色补香停开楼阁的感觉 所以碰到在这附诗一首 我们现在看完信花楼啦 准备去旁边的南昌美术馆 这边应该是比较老的城区了 我们现在过来了南昌美术馆 因为就在信花楼旁边 本来没有安排这个地方的 顺便过来看看 顺便过来看看 在南昌美术馆 在南昌美术馆 来了一个咖啡店 在南昌美术馆 就在湖边 就在湖边 这个现在就是一个八一公园 好像是八一公园 然后这个湖是东湖 这个湖对于武汉人来说 就是一个小湖 小池子 不过还有人在这里划船 还蛮惬意的感觉 拍一下南昌的街头 然后我们现在去万寿宫 去顺利干饭 万寿宫 现在往万寿宫那边走 这边应该是一个新修的一个 脸上已经彻底是油光水滑了 都是汗 这里就是这种防古机 当然我觉得有一些那种喜欢逛 真正古建筑的会比较不屑 就是我们这种休闲油 没有什么过多的期待的话 还是挺喜欢逛这种地方 蛮舒服的 这边里面可能没有都开业 不过它休倒是休起来了 有一点类似于武汉的汉口里那种感觉 我们准备进去逛一逛这个 在文创店买了一个冰箱梯 每次旅游都想买冰箱梯 这个还挺便宜 本武汉人在这里看到武汉民小吃 米汤瞬间我表示没有听过 这里的一些这个牌子还蛮好看的 我们现在准备吃这个遇见老南窗 这家看起来也还行 有点像在那种八九十年代第一厅吃饭的感觉 我们的藕片上来了 希望不要太辣 这个是炒笋丝 感觉平时在家比较难吃笋丝 我们刚刚被这个藕已经辣死了 希望这个不要太辣 我们刚刚那个藕片都是在用这个白开水去涮它 涮完之后再吃还是觉得很辣不行 我们的蒜蓉虾 就看起来可以 就看起来不辣 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散步来到了藤王阁这边 因为网上说 藤王阁的夜景比较好看 所以我们就过来看这边的夜景 我们现在进来夜游藤王阁了 它这边的光真的弄得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些地方晚上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些地方晚上还蛮好看的 白天不景是这个效果 这边晚上的夜景还是蛮好看的 今天天气也很好晚上特别亮快 我们可以走过去看江景啊 这边就是江边可以看到江对岸的这些高楼 本来对于藤王阁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的 都不准备来的后来发现夜游藤王阁其实还不错 推荐大家来夜游 那边就是露天伦拉南昌之星 这个是江对岸的样子 这个藤王阁里面还挺大的 我们刚刚绕了好半天到这边来 真的晚上挺好看 纳入我的推荐景点一定要来夜游 感觉会比白天好看 现在是第二天啦 我们准备坐地点 再次坐公交坐海盾后 今天带了一个帽子 现在在这里等一趟666的车市直接开往台 刚刚查了小城市应该是快到了 我们现在上了这个小巴了 10块钱一张 特别像那种就是旅游团 我们现在下车啦 到了海欢侯博物馆门口 今天天气没有那么蓝天白云 但是还可以风体大 这边好像是去年才开馆 所以整体看起来都很新的样子 现在准备去游客中心换票 这边看起来都很新的样子 这里的票我们买的是门票价 电品车的好像是70还是75 现在来换一下票 耶我们可以拍照 他这边好多取票机还蛮智能的 我们现在拿到票准备去坐观光车 这里的攻略说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下观光车的票 因为里面园区还挺大的 今天因为是周一 所以人还不是很多 也不用排队 我们就坐后面吧 我们坐在了最后一排 我们现在开车了 哇这个电动设速度很快 我们现在刚刚停车到了这个博物馆区 今天的人不是很多 感觉我们来了这个时间就只有一车的人 所以相当于是包场 这个就是博物馆区了 上面写着南昌汉代海昏口移植博物馆 我们现在进来了这个博物馆的主展厅 修的还是挺好的 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展厅叫金色海昏 汉代海昏侯国历史文化展 哇里面好凉快 先阅读一下历史 看之前有一个参考 这个灯座上有南昌的名文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确实是有 这个照片有字南昌 这个是流阔的玉石 还挺精致的 刚刚拍的这个刘鹤的这个玉石 玉翼可以看到上面还比较清楚的 这个刘鹤这样子 然后左边是他当时出土的这个情况 保存的还是挺好的 这个是当时在牧里出土的这个有带有文字的 物件一样的东西 还挺清楚的感觉有这种文字记录的东西就很厉害 这个海字的铜银好大一个啊 这个感觉真的很厉害的样子 还是海昏侯的缩形 而且他在这里面有的 但是这种东西也没有 这个练习的那些 那种文字的缩形 但是这种类的 那种文字的东西 和你这种物件 就是要看的 就是要看的 一种文字的画面 一种文字的文字 这个墙上讲了一下这个刘鹤的一个历史历年表一样的和他的人物关系 我们刚刚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旁边就是一些比较精美的一些产品 我感觉这些装饰品放到现在这个审美也还是在线 这个是一些都是一些这种样子的小鸭器 刚刚看完了第一个篇章现在准备上电梯去看二楼二楼是夏天 这个新的这种博物馆真的逛起来就是很爽很happy 第二个部分王侯威仪 你进来就有一种很威严的感觉 刚刚看一下这边介绍的 我们看待了一些车马车型这个鼓吹车真的上面上面还占两个 这个听进来我们觉得还真的有点好看 是类似于把这些以前的这种场景做了一个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布置就感觉很大汉的大汉的那种风土人形的感觉 现在就进入了这个重头戏堆金巨币 全是金子 这边全是金币一整排 这个厅就全部是金的东西各种各样的金金币 然后这个应该是给马那个庄的那个脚上的金灿灿的一个展厅 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出土的时候就金灿灿的 这边直接就是金板了 好多全是金 第一次看到有博物馆是这么多金器的 还有当时出土了很多这种铜钱 超级超级超级 全是铜钱 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镇馆之宝 说是记载上第一个孔子像 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孔子像 这里有一个可以印章的地方 但是我们没有带纸 决定看看能不能印在名票上 这个展厅叫书香海昏应该是就是关于他那个文字方面记载了一些展览 感觉内容还是很多的 就是这个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了 单期还会主要讲七期的 汉代的七期还是挺知名的 比较经典的就是这种碗状的 我记得我之前在湖北省美术馆还参加过一个七期的沙龙 就是让你体验一个制作过程的介绍 类似于就是长这样子一个完成 不过这个展厅现在这些展品都是复制品 就不太知道是还没有完全修复完成还是什么原因 我们来博物馆一楼的餐厅干饭了 虽然这边价格好像说不便宜 因为炒饭就真的好扎实 这好像是一个书签是吧 现在又是白天白云肉了 我们准备去一下游户墓园 我们现在到了游户墓园 刚刚坐车过来也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像这种移植区的话就是地上会留一些仪器 可以判断它当时的那个整个的结构 现在进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当时那个汉代的一些移植 如果不是很懂的人来看的话 可能就感觉就是土堆看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之前或者是来之后看一看制度片相关 我们现在在秋水广场这一站准备等公交车去坐摩天轮 还是决定坐摩天轮了虽然我很害怕 我们现在到南昌寄星了 这样看还是很大的 我有点开始紧张 这就是南昌寄星了 我们要去坐了 我们现在进来了 天呐我们现在上来了 我开始害怕 我已经要开始起飞了 看到后面这个蓝天白鱼 我已经开始有点了 今天天气太好了 看后面这个鱼 我们现在在比较高的地方了 我还是很恐高的 但是能够坚持下来拍一拍这个风景 因为这个景实在是还挺好看的 我们房线真的卡在上面没动了 怎么会这样 但我已经恐高恐能不行了 硬撑着头皮来拍一拍这个 我真的在做摩天轮我就是狗 还是有两个 我们现在在南昌的这个万达金街 这边还是比较热门的 感觉周一还没到下半时间吧 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个也是之前看网上推荐 别人所建议吃饭啊什么的 可以来这边 我们现在在准备思考晚上吃什么 我又在南昌买了蜜水冰场 真的是他们的铁粉 我们现在在卫东这一站 这边的商场就比较集中 去里面干饭 我们准备来吃这家日料冬饭料理了 我们现在坐进来了 还蛮空的感觉 我们吃不了南昌菜 因为太辣了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吃日料 我们的晚餐好丰盛啊 就是两个大 我们点的一模一样的 我们点的一模一样的 吃的都是海苔饭 我放在这个桶子上面 我们现在在秋水广场 但是现在好像喷泉不会开放 所以我决定开水机 这个是秋水广场的对面 然后这个是一个绿地双子塔 其实不是特别高啊 看起来 然后这边有种CBD的感觉 应该是他们这边一些银行啊 金融的一些都在这边 晚上这边还挺多人散步的 我们既然看不了喷泉表演 就决定在这边散散步走一走 我们今天早上就决定吃这一家 南昌瓦罐汤 我们今天吃的汤粉 这个是肉丝汤粉 我们没有要辣椒 一点都不粉厨 这是我的鸡蛋糕 特别像在家里自己下的那种 心心淡淡的 今天的OOTD就是一个T恤 一个裤子 然后我们现在叫了车 准备打车去博物馆 这边因为算是新区 所以感觉就是很空旷 然后楼都是新的 这个是博物馆的大楼 现在这边是江西省博物馆的新馆 然后它这个新馆是沿着干江而建的 对面就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来的很早 现在9点多 应该刚开馆 那我们就去吧 今天的太阳依旧很大 后面也是蓝天白云 这个博物馆好新啊 看起来也蛮大的 有一个移动的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有加湿器吗 我们现在在江西省博物馆里面呢 然后它这个好像有四层楼 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蛮好够的 就收得很新很大 那我们就开始走吧 我们现在进这个第一个特展区 我们现在进这个第一个特展区 因为今天是比较西 央西都有的别的地方没有的 我跟人是要来看今天 你现在才能够讲解 然后十一点半 这个博物馆是没办法拥有它 它到底会吃啊 原始水稻 而不是原农品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 它这个椅子啊 是图罐子 但是它在它的腰缝中间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新干的呢 这个牛城一带 发生了这个 在中国有三大触风中心 第一个就是阴气软的 暗氧的 对吧 而且它上面有个灵管 跟我们现在问题就比较铁铁 那么 第四件镇管子宝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里呢 是大家注意到它三个环吧 云雷纹对不对 但是它奇特在哪 而且两个人唯一一间 那我们中国可能就是说 那我们看一般都是三眼 就是三个腿的 然后它三竹的顶 看齐宝 刚刚讲解说 这个也是一个镇馆区 因为我们去清 对不对 感觉听那个讲解的话 还能学到多少东西 现在参观的这一区是讲这个人杰地里就是很多江西省的一些文靠 没有想到江西省这么那么文靠 有诗诗啊 有诗诗啊 艳书啊 欧阳修啊 黄庭间 那这些居然都是僵尸在这边呢 这个是白露洞书院的一个模型 这个厅 这个厅开始讲这个红色红色江西啊 我们来看一看 我感觉这个博物馆的新馆布展什么也做的还是挺好 很大又很凉快 我们现在在三楼的这个展厅 这边应该是就是 质器的一些 之前我们在景德镇也参观了景德镇那个陶斯博物馆 这边是一个龙窑的这种模型 当时我们在景德镇那个御药厂里参观了这个 现在这种博物馆这些场景都做的还蛮好看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镇馆之宝 这中间放的是一个元代的青花又里红的一个骨藏 然后是一个试试骨品 所以做了一个这种大展厅给他 这里有一个玉窑厂 是那个景德镇的玉窑厂 那我们应该去过这个地方 他专门搞了一个这种沾灌给江西省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刚有一些木雕啊 然后这边是一些刺绣啊 还有制作面具啊 做的就是还蛮好 最后一个这个隔壁文物档案说江西 应该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江西省博的最后一个展厅了 今天又是一个超级大景天 蓝天白云 我们刚刚放完博物馆了 现在准备打车去八一广场 找个地方坐一下吃饭喝水 然后再去广场上拍拍照 我们现在在八一广场这附近的一个非常小的巷子里找一个咖啡馆 说是南昌排名第一的咖啡馆 我们找到了就在这里NPC咖啡 这个是这个店里面好像工作日来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人 喝啥 我们已经不知道吃什么来吃必胜客了 这个一人食的披萨好迷你哦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南昌的地标建筑 这个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一个纪念塔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八一广场这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地标南昌起义的一个纪念塔 现在大中午的就是工作日一点人都没有 但是也非常的暴晒 可以绕一圈看看这个广场 其实不是特别大 特别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这个建筑还以为是什么省政府 结果一看那个字是江西省美术馆 觉得这个美术馆实在修成这样子还蛮奇特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神经塔 据说这个是和上海的城隍庙啊 南京的父子庙齐名的这种 算是南昌的一个镇城之塔 但是我感觉还没有规划好 也没有宣传的很好 我们先进去看一看吧 这个塔跟这个蓝天白云还是很匹配的 我现在网上看到这个图就觉得特别好看 就是背后这个楼有一点点下风景 这个塔本身还是非常的好看 这个角度好一点了 后面看不到那个现代的楼了 这个神经塔是始建于堂天佑年间 然后刚刚看了介绍它七层有七个音 就是会有一些那种铃铛的声音 所以现在那个风吹了就可以听到响声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神经塔的最后了 就是现在风很大 所以这个风铃的声音也很大 然后就让人有一种闹事中 听到这个风铃声那种闹钟取尽的感觉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大床垫 我们现在准备买一个这个白糖糕炒一炒 就是在这个店买了一个这种老式点心 还是有点热乎的感觉 这个是刚刚我们走穿这个神经塔美食街坛的 发现这里有一个牌坊 但是感觉这个白天就比较凉 可能它夜市会出摊吧 白天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准备找一个可口去坐水喝点水 然后把这个白糖糕尝一下 就准备走了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可口坐下来了 我又买了一杯可口咖啡 最好看到这家店有 现在准备开始吃这个白糖糕 看起来有点像面霧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昌西站 准备坐车回武汉了 结束这一次的南昌之旅 感觉现在晚三天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 面积大了